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在中盘接触站的时候 表现出了相当高明的这种策略性 作为人工智能能有这样的策略 真是让人感叹科技真的太神奇了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十五句 当然我们所说的策略 应该说都是一些人类的概念 在α为奇它的计算 它就是说它的计算的系统里面 它应该是只有我走这个胜率是多少 那个胜率是多少 我挑一个胜率最高的下 但是它这个就是说可以看出来 它挑选的所谓胜率最高的棋 还真的都是基本上都是一些好棋 而且有的时候好到是可能 就是人类的高手都不见得能想得到的 这种程度 确实是 确实是非常的让人吃惊 高挂 好 脱退又来了 我们说过阿尔法 它在脚部的处理相当简单 它也就那么几招 一招是 新卫的话 它一招是点三三 另外一招是 挂完之后拖进去 而且常用的是点三三 小木的话 高挂它就是一拖退 它很少采取别的什么加工之类的下法 你要是低挂它就是一小飞 脚部处理的相当简明 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大型的复杂的这种 就是小木 从来在前边24局 包括这一局25局 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 像大雪崩之类的 什么大鞋子 这一类的复杂的脚部变化 拆在这 相同的局面 相同的局面出现过一次 走到这 以及黑旗坚冲 白旗贴 走到这的话 在前面的对局当中 有一盘是跟这个一模一样的 那么 那盘旗黑旗选择拆在这个点 拆在这个点 二法可能是觉得 白旗质厚了之后 如果这一代被白旗拆了的话 这效率蛮高的 所以它总是选择拆得比较近 上一盘走在这之后 这一盘更近一步 更近一步走在这个位置 下一步它大飞进来 破你脚地 走在这里 而上一盘是这样 黑旗拆在这 白旗挂脚之后 黑旗拖先藏这个 这盘拆在这 白旗没有选择挂脚 而是右点 三三 这黑旗总是要挡这边 上边的价值已经比较小 爬 飞 顶 我们 就是说我们 人来思考的话 我们总会想一些 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 我如果单拖怎么样 单拖你要是顶回来的话 那这个飞就失去意义了 等于你扳长 那么单拖 你如果长 我再顶 那么也就 也就等于把你这个变化限定住了 本来你可能拖先 也可能搬这个 现在等于你选择了长 单拖会怎么样 我们会这样想 单拖呢 可能黑旗会搬这个 然后白旗顶的时候 黑的如果挡的话呢 白旗这拖一个 等于也总好的 因为它也限制了 你搬这个和拖先 两种变化 等于你现在 逼迫你只有选择这个扳了 但是单拖呢 黑旗现在可能会选择长 让你这扳一下变得亏损 那么接下来白旗冲断 又又陷入一种 比较复杂的局部 局部缠斗当中 而二发它永远都是顶了半 前面 24盘 包括这一盘 一共25盘 从来都是顶了半 从来没有选择单拖的时候 拆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大厂 黑旗这边有一个外事 拆在这是绝好点 如果被白旗往这走了 黑旗外事的作用被减低 这个子还被进攻 这是明显的好点 白旗呢 这个 走在这是很正常的一种 就是限制黑旗 限制黑旗这边发展的下方 这里比较窄了 白旗如果挂进去 被黑旗飞呢 这个 还是有点苦的 被黑旗加工 旗往宽处走 所以的 简单一跳 普通的想法呢 白旗可能会 拆回来是很自然的想法 白旗就走下边 那黑旗可能跳一跳 这是 应该说是一种普通的进行 接下来白旗的想法 它就不那么普通 靠这个 二法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 它对这种靠 它运用的特别多 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 第一局就是 前面十二步就两个靠 这个 两步靠 这个 就是它 谷歌公布的 第一盘 二二法自占对局 就让 就就 让很多人是觉得 很精彩 很有看头 现在它又靠上来 靠这一下 那不用说 黑旗如果 退这个呢 是黑旗最软弱的 应手 白旗就靠一下 明显先手便宜了 它跳一跳 会很 这边就走得很舒服 那么如果你 搬这个的话呢 如果搬这个的话 白旗可能有 白旗现在 搬下去 这个针子是 现在是可以针掉 搬下去 如果黑旗沾上的 白旗也是 毫无疑问 线手便宜 黑的如果断打 断打完街上的话 现在白旗是可以针掉的 但是这个 黑旗这样来引针 这个就 这怎么 什么情况的话 就要好好判断一下 那白旗当然也许 保留这边的变化 先断打 爬 把这边弄得 针子有力之后 再搬下去 这可能性也是存在 总之感觉上 白旗靠黑旗 往窄的一边搬 白旗这 交换一下 有个搬下去的变化 白旗是不会亏的 而黑旗 如果长这个的话呢 白旗将来也许 这么靠一靠 搬一搬 在这一带 它多几个子又加强了 那么黑旗最紧凑的 寸步不让的因素 就是搬这个 搬 那白旗也只能搬下去 走旗它的这个靠就亏了 走旗它的旗没有 没什么意义 都是在走单贯 靠一个就亏损 只能搬下去 黑旗断打的话 白旗长 吃的话呢 有我们刚才说的 真吃的问题 沾这个被挖打出来 木树损失的很厉害 所以黑旗粘上是本手 粘住这是本手 本分的一手 白旗虎出来 虎一个出头 那黑旗当然要分段 进攻 分段之前呢 先打一下 把白旗打中 如果单跳的话 被白旗虎 这白旗形状还挺舒服的 打一下 限制白旗的出路 再跳 白的如果这样 逃 那黑旗压出来 白的为了破黑旗 这实木旗 单纯逃出一串单关 这个是没什么意思 被黑旗压过来之后 白的跑单关很乏味 明显不好 下一步旗白旗 下得很有味道 我们说逃这个不好 贴这个肯定也不好 贴的话黑的就长了 你还是得 还是得去跑单关 这样的话 这两个字反而越走越重 白旗这块 姑旗不好处理 下一步白旗下得很好 它很轻妙的一飞 这地方呢 是有断点 但是你如果要来断的话 它也无所谓 白旗气掉就可以了 黑的如果立呢 白旗就挡下来 这个子吃是吃掉了 但是将来被一小尖 你得这么叫吃 白的一路滚过 就吃一个甘子一木旗 黑的什么都没捞到 而这边被白旗挡下来 白旗这块 反而长出一大块 那所以本手的就是小尖 黑旗后手吃着十来木 被白旗上边轻松连回 那白旗毫无疑问是成功了 这边一个后室 这边轻松连回 黑旗吃着这个太小 所以白旗飞在这 实际上它不怕黑旗冲断 它欢迎黑旗来冲断 而这边呢 这边黑旗也不好走 飞这个有照顾这块的作用 你要是再这样飞出来 再这样飞出来的话 白旗就打出去 打出去 就这么接上 白旗挤是先手 等于这边已经便宜一些了 然后再把那块逃出去 或者不知道 也许还有其他的手段 这个 也许还有其他的手段 比方说什么 刺之类的 刺一下 我们摆个示意图了 假设黑旗接在这 那么白旗一冲 你是可以顶断我 现在你针子有力 针子有力可以顶断 且不说白旗还有引针的可能性 白的就这么加一下 这刺到一下之后就加完滚包 就加完滚包 气子 这个白旗也是只会便宜 不会亏的 这还有冲的味道 更何况白旗断打了之后 这一通引针 黑旗也不好抵挡 所以看来 黑旗如果飞的话 白旗应该不会打了沾 刚才打了沾的参考图有点问题 白旗是会 如果能刺到一下就更好 白旗应该会寻求这种冲 冲断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样的变化 这里有引针的可能 这边有种种味道 而黑旗是长 长 黑旗这时候确实也不好走 你要想 想后退的话 连后退的余地 都不知道怎么办 总不能接上让白旗连上 所以黑旗长 也是被逼无奈 强杀白旗 铁 断 白旗靠一下 这个黑旗也没什么选择 只能虎 白旗靠一下之后保留 然后断打 这都是命令 没什么好商量的 只能这样下 再长 这时候黑旗必须使出贴柱 走松了就被夹死了 贴柱的话这边针 针子呢 针不掉 针子针不掉 白旗打呈 黑旗接上 现在的引针肯定是来不及了 断吃的话 黑旗外边打也好 或者直接拓线也好 肯定不会在那边走 如果走的话 白旗倒是再压一个 这样已经引到针了 但是上边 就现在这个局面来讲 上边已经小了 黑旗断这个就最严厉了 上边已经小了 这边更重要 所以引针 走不着 那么针是针不掉 加也加不死 引针走不着 黑旗反正就是 强行把白旗这块给吃下来 但是黑旗形状 气很紧 被打成鱼形 气很紧 白旗虽然死了之后 还是有种种的借用 并不代表死了 白旗这个作战就失败 相反白旗可能是 气子 他还越走越来劲 打入 打入 分开 分段黑旗这两边 黑旗呢是跳出来 贴 扳头 白旗这里扳头很舒服 之后呢再贴 这贴出来黑旗也没什么选择 只能往外 只能往外跟着长 这是必然的 接下来呢白旗小剑 那么 差不多就有一种形成转换的感觉 黑旗普通一点的话 加也加死了 加持也加死了 或者贴这个 那么不管黑旗怎么走呢 那三个子 黑旗是不敢逃的 你如果还去逃那三个呢 太过分了 白旗把这个闭住 黑旗肯定 就算收起吃 黑旗也不舒服 而且这三个子 依然还是枯起 普通的感觉呢 这大概就形成转换 转换的话 这个优劣 还是不好判断 但是白旗把这一圈吃了 感觉也不小 那黑旗这时候靠 靠这个呢 它希望能 比如说白旗退的话 一起能挤到 它把白旗压压扁 反正我气了 就把你挤到最小 然后一起扩张 靠这个 白旗如果搬这个的话 一起长或者退一退 有可能长 长是新 长 黑旗把这边 自己尽量称称大 把白旗压压 压压小 挤一个是先手 或者你要团掉的话 我就贴 你再补的话 黑旗再抢到先手 断打过来 这样黑旗 蛮主动的 但是这一靠 我们看白旗怎么下 白旗这一架 出人意料的这一架 这个黑旗当然不能缩在里面 被打过来 那这一步旗打过来的话 所有黑旗这些吃的木树 全都给赔回去了 黑旗打吃 白旗加了这个之后 贴断 强行贴断 黑旗如果顶呢 白旗跳这个是先手 把这个给断 顶不行 所以黑旗要挤 挤呢 还给白旗这里留个断点 白的也是一断 白的这样下 那么局部黑旗如果断打 然后再贴这个 这个杀器的话呢 黑旗是可以杀得过的 白的 我们看白旗收起 局部对杀 黑旗是杀得过 团 然后弯 我们要收起的话 冲挡 黑旗一手 黑旗快一气 但如果这样的话 白旗藏这个 白旗转身又把这块给活了 黑旗等于吃了个小的 放了个大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黑旗应该是 应该是不怎么好 放了这个大的以后 黑旗这串都 都还变成没活的气 这也就是白旗为什么要提前加一下的原因 等你收完气之后再加 黑旗就选择走里面 让你打过 吃你这块 好 所以白旗贴断之后 黑旗并没有选择断吃完 跟那边收起 而是搬这个 接上杀这块 这两块判断 显然杀这块更重要 白旗接住 黑的贴住 白旗退 好 白旗这贴断了之后 让黑旗收起吃 而且 把黑旗这个子断开的话 白旗至少等于已经把这块救回来了 而黑旗有点难过的是 它还得再补 还得再补 这地方不补的话呢 白得以拐 你挡的话 这有一打吃 一提就被断掉了 这所以说打吃先手 打吃先手 拐的时候 黑旗挡不住 黑旗等于只能退这样的状态 那白旗又把气给延出来了 又把气给延出来了 沿了气之后 再对杀的话呢 沿了气再对杀 应该也是黑的 黑的快一气的样子 武器 白旗拐在这里 这个有点问题 白旗不是飞在这手气 而是紧凑地拐在这 这里可以打掉 拐在这 黑的如果收气 白旗吃 四个是齐筋 但是黑旗如果要的话 白旗再收 点 这样黑旗被杀了 要想杀白旗只能四个齐筋不要 那显然不行 所以这期黑旗必须 黑旗必须再补一个 不补的话白旗这一打吃就要黑旗的命 你不提掉的话 被白旗拐 这个 你只能走这个被拐 起进被杀 收气的话 这个被藏出来了 不像样 贴在这里 如果黑旗想补的大一点 踢在这 这边虽然便宜 但是这边放出一气来 白旗收气又有限手便宜 所以黑的补的很老实 那么白旗把这个沾上 沾上之后这要照 这被照进去的话 黑旗虽然快一气 但是被白旗先手包成后事 这绝对不行 必须拐出 然后白旗正吃 白的把这个蒸掉 蒸掉之后 这一扳头继续纠缠的话 黑旗又很痛苦 总是要你收气收回去 你要是扳的话 白旗就断了 黑旗打两下 又被收气收回去了 很委屈的感觉 要是这样下背 白旗又挺 那这一代白旗马上涨起来了 所以呢 当白旗爆吃的时候 黑旗还得再走 再尝 白旗尝一下 然后很厚实的补上 这一代如果被黑旗走过来 白旗挺薄 很厚实的补一个 黑的飞过来 补了之后 白旗再这一代走过来 价值也相当大 黑旗飞 那白旗这块基本 基本是活形 非这个 残留将来收气 同时也把这个断点 彻底补干净 白旗气藏出来 黑旗这个断就没有用 好 那么走到这儿呢 走到这儿 左边的基站 左边一带的基站 算是告一段落 左边基站 告一段落 总的来说呢 总体来说 感觉上 白旗在这个 在这个战斗当中 应该是 有得分的感觉 这块空 这块空 从白旗靠上去开始 黑旗这块空 是增加了一些 但是呢 白旗把这 把黑旗这边破掉了之后 把黑旗这三个字 给吃进来 应该是 应该是感觉上 白旗得到的更多一些 那么左边战斗 左边战斗当中的 一些招法 他们的一些招法 确实是 特别是白旗这一飞 很轻妙的这一飞 还是 相当的 相当有味道 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好 那么接着 黑旗长 现在这个长非常大 如果被白旗打起来的话 白旗这块也要增长不少 白旗爬 黑旗再长 长一边扩 长这个是绝好点 一边扩张自己 一边把白旗这边的潜力消掉 而且呢 下一步 这个跑真子很厉害 这真子一跑 白旗 无法收拾 所以必须得补 补在这 它比提 效率高 补在这里 那黑旗长 让你补真子 先手便宜 先手把这个超级大厂 占到之后 黑旗 挡下来 硬挡下来 破白旗这块空 同时呢 对白旗这块 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压力 白旗这时候 怎么来处理这块 怎么做活这块 我们来看白旗的手段 白旗是靠这个 靠在这里 黑旗是这样扳 白旗扭断 接下来黑旗小肩 这个扳完之后 一小肩 这个处理的手法 相当的奇特 手法相当奇特 好 那么 旗居进行到现在呢 在左边的战斗当中 我们看到白旗一个精彩的气质 感觉上是获得了成功 那么在右边 右边白旗 白旗靠段的时候 黑旗应对的手法 比较特别 它究竟是 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我们继续看实战 白旗扳的时候 黑旗小肩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白旗这一段 黑旗大致上有几种应手 如果吃这个 显然是最先被否决的 被白旗翻打 那么走到这 白旗弧也好 挡也好 这下法多了 黑旗这两个字被卷进来 黑旗去吃一个价值很低的 蚕子 这个被否定 如果退这个的话 白得沾 这时候黑旗不敢挡了吧 如果挡被白旗贴过来 黑旗整块有危险 那么不挡 如果走这边 被白旗冲出去的话呢 yes 白旗也是处理成功了 紧着黑旗的气冲出去 下一步搬还很有力 白旗显然成功 那么吃不行 尝不行 我们接下来看黑的还有什么 打吃这个 打吃这个 也解决不了问题 白旗就尝 你还得吃 否则又被白旗沾上 吃的话 被白旗断打 断打完贴住之后 黑旗还是被卷进来 这个黑的 也不乐观 所以好像被扭断的时候 黑旗还真不好办 那么当初被扭断 既然不好办 那么当初白旗靠的时候 黑旗如果冲会怎么样 如果冲的话 白旗后续手段应该出了 加也没有别的 断这个没有意义 被黑旗一尝了 白旗都走在里面 快了 这个显然不行 所以它 应该也会加 加的话 黑旗最强手段是扳住 也只有扳住能扳 走其他的 这两步被白旗一搬都不行 所以搬住 那白旗唯一的下法 就是断 这个参考图 应该是可以预见的 黑旗不能长 长被一接 躲进来 只能打这个 白旗提 黑的这时候呢 有两种下法 一种是冷静退一步 一种是打上去 现在白旗也没有什么 了不起的劫财 所以黑旗应该是打上去最强 白的开的话 被黑旗一提 白旗没有劫财 那么既然不 黑的最担心的是 白旗开这个 既然不能开这个的话呢 白旗大致上 也就是下边 尖一尖之类的 那么黑旗提完 就顶住或者接住 如果下成这样 也不觉得黑旗有什么 黑旗也都很顺利的连回来 没觉得黑旗有什么 不满意的地方 所以这地方黑旗 为什么要选择搬 被白旗扭断之后 怪异的肩在这里 这是一个 有疑问的地方 这比较有疑问 好 那么白旗吃 黑旗反包过来 这个小尖是被白旗扭断之后 应该说是被白旗扭断之后 黑旗这一尖算是 应该算是最顽强的抵抗 白旗挖持 黑旗反包 打住 然后弧在这里 这几个子对白旗的脚 压力还是挺大 白旗可以先断一下 等你长的时候 白旗再补助 掰的再补助 这样白旗的脚安心了 有了这一段打 外边 外边基本上可以说 白旗也出头了 黑旗再长 再这样硬挡的话 意义也不大 被白旗 这个 被白旗外边多很多借用 这黑的 再长一个意义 也不是特别大 一起冲一下 白旗如果挡 如果白旗挡的话 黑旗应该会先手长一下 这样白旗整个眼位受到影响 白旗呢 虎在这里 虎在这眼型比较丰富 虎一个 有利于将来做活 黑旗的再冲 一方面破白旗的眼 另外一方面 这个冲 木树上 本身价值还是不小 木树上价值不小 而且冲了以后 彻底断绝了 这个将来收气的 这个问题 白旗逃出去 靠 白旗稳稳的 长一步 不跟黑旗纠缠 如果斑的话 黑的还有可能 什么有扭断之类的手法 脱 搬的话黑漆又扭断了 所以白漆长 黑漆爬过 这地方 粗粗一看呢 好像这么窄的地方去走一手旗 是不是有点小 但是实际上你仔细一想的话 白漆就这么简单走一个 它木树还是很可观的 走一步骑木树很可观的 双方这个木树增减的出入 相差还不少 而你如果在这种地方看起来 看起来很大的地方围的话 白漆上边压一压 下边一般粘 实际上你 也没围住多少 关键是这地方你即使不围 黑漆 不围也有一定的木树 围了也没增长多少 这个黑漆脱 这个黑漆脱 贴回 白漆的搬接 半斤 你如果补一下的话呢 白漆 木树上已经便宜了 将来从上边走一走 限制你 不补呢 这有个加进来 黑漆这控不好为 黑的利 黑漆立在这里 白漆小尖 把这几个子连回来 这部漆 木树也有相当的价值 黑漆飞的话 小尖连回 这个局部呢 白漆木树上 肯定难免遭受一些损失 但是脚上死活呢 不成问题 活脚是不成问题的 黑的如果点刺一下 白漆不会沾 沾被黑漆一跳 这个要近活就 要近活 加在这里也可以 但白漆更强的是 应该可以挡在这里 好 白漆小尖连回 黑漆断一个 杀气呢 不成问题 但黑漆给白漆 制造一点 制造一点味道 然后从中间照过来 黑的现在简单的虎 如果简单的这样虎了 收关 形式是不利的 控不够 从这个地方反照过来 那么 这是一种非常手段 可以说 非常的手段 因为白漆这块呢 并不是很担心 这里已经有一个眼了 在下边做一个眼 也不成问题 白漆长 先锁长一下 之后 把脚要守住 这种黑漆飞 黑漆飞 黑漆飞 黑漆要求 把这一块围大一点 它不肯这么简单的虎回去 它要大围 把它贴一下 顶住 既然你不补 那么白漆当然加进来 这黑漆立下来的话 这味道太坏 白的 白的就断一个 把黑漆都断开 然后搜刮那块 黑漆是选择上边虎 那么既然是上边虎 被白漆杜打的话 这地方就没什么空 黑漆照这个飞 这一类的下法 应该是在局势不利的时候 阿尔法维奇 他判断这样走的胜率 高于这个普通的虎补 普通的虎补 就勒败 简单收控 黑漆控不够 那么我们看黑漆 接下来的招法 这刺一下 这一次 这一次刺的白漆 当然也没什么退路 当然只能冲 冲 黑漆点在这 点在这 是破白漆的眼的意思 破白漆的眼位 白漆先手打吃 完了之后 虎挡住 虎挡一下 这地方 黑漆要想杀白漆 只能点进来 点进来 这个损失有点大 被白漆顺手接杀 一旦杀不了 木树 亏损很多 而白漆走 其他的作业呢 也不好做 比如说你挡的花 如果白漆又要保护 上边这个眼 要保护上边这个眼 的时候就难受了 被黑漆先手长 先手提着 先手挤 这边还是没有眼 这就比较难过 所以挡的话 黑漆就长这个 那么 白漆挡在这 黑漆现在要杀白漆 应该不具备条件 要杀白漆得这么点 白得摘 还得冲这个 不冲被白漆挡 白漆又活了 那么白漆这两颗子 连回来了之后 黑漆这气又有关系 白漆就简单贴 你要破眼 我这一虎 跑了 黑的杀不住了 再罩的话呢 白漆冲 冲 打吃 再一收 黑漆反倒慢一气 死掉 所以白漆虎在这里 黑漆肯定是没法继续杀 虽然这两步来威胁白漆 但白漆算得很清楚 黑漆接住 黑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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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过来拼搏 也是 花了相当的心思 它这点刺在接住 这这都不是乱拼的 它都有它的目的性 然后再跳这个 局部呢 白的一吃 当然黑漆就死了 但是呢 黑的虽然死了 这个回贴又是先手 你只能提或者沾上 黑漆这里多两个子的话 如果让黑漆这里多出两个子 那杀掉白漆的可能性 完全是存在的 我们依然找刚才的杀法 你这条路就不通了 再虎去 再虎出去的时候 我这多两个子 我一是跳这个 这是一种可能性 比如说我先并刺 然后跳这个 二来呢 就算跳这个 我退 你冲断我就补 再冲断这个的时候 我贴先手打出去 白的 确实有被杀的风险 所以这多两个子 不是闹着玩的 要杀白漆大龙了 这种拼搏手段 也是相当激烈 这看着白漆那么厚的地方 竟然通过跳点 然后寻求到这个借用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白漆不敢硬 还真不敢硬 硬的话白漆真的要死 贴一个作严 那么黑漆很有收获 贴回来把中间这一串吃到 这个确实黑漆 这个非常手段 局势不利的时候 这种非常手段 相当的厉害 把白漆挖吃 挖吃一个木树也不小 还跟这块厚薄有关系 贴上 长 白漆贴的时候 黑漆不能虎这个 虎这个被白漆吃回去的话 白的这有一个作眼的手段 白漆这一顶就活了 而当黑漆动手杀白漆的时候 白漆再贴的话 黑漆是要顶在这里杀的 所以白漆贴的时候 黑漆贴吃白漆中辅 是正常的应对 那么黑漆接上 之后白漆长下来 长下来 黑漆点刺一下 接住 打赤 这个打赤木树很大 白的点 黑漆打 白漆底 黑的挡的话 被白漆断 黑的局部 气不够 只能退 白漆又一冲 黑漆挡住 这个地方呢 残留一些问题 白的只有断的手段 白漆断 黑漆如果吃的话 白漆接住有四口气 而黑漆呢 只有三口气 如果吃这个的话 白漆接上 然后提掉 这存在一个打劫的问题 也就是说白漆点到这的时候 黑漆要想 白漆点到这的时候 黑漆要想安全的吃掉这块的话 它还 这些木树是守不住了 哪怕你挡一下 黑漆要想安全的话 这个是不能挡 还得再退 那黑漆吃得有点委屈 白漆变厚 黑漆变薄 黑漆判断再退 这个形势 应该是也不乐观 所以黑的这地方 当白漆冲的时候 黑漆是硬挡住 先贴下来 黑的作业 这块需要做活 白漆贴 为断这个做准备 挤一下是先手 这夹进来受不了 再长 这地方明显有一段 黑漆就是 硬撑着不补 那白漆当然来了 大吃 黑漆只有接住 提 先冲一下 以防被白漆挡住之后 这还收出几目漆来 能走的都走到 白漆不识实际的打吃一下 然后再挡住 黑的叫吃 这地方黑漆之所以敢这样撑 因为它是一个缓气节 白漆即使紧了一气 你也不能粘住 你还是得再打吃 缓气节 所以黑漆强行撑住 但是呢 毕竟是白漆本来是死的 这地方无中生有 走出一个节来呢 黑漆的负担是够重 打下去 收漆 点刺 黑漆提都不提 直接先点刺 直接先点刺 沾住的话 黑漆又先手便宜了 白漆冲 看黑漆的硬手 有可能白漆棺子便宜 有可能这地方 白漆就产生一些劫财 黑漆索性 提个劫 白漆先贴 白漆 白漆往前贴 黑漆这时候 削几年白漆就尝一尝 够了 墓数够了 黑漆撑住 提回 尖刺 搬一下 依然还是跟刚才的逻辑是一样的 黑漆如果不走的话 白漆进入一点 这个是线索 进入一点 黑漆就空不够 所以黑漆顽强的弧顶住 那么白漆开截了 黑漆寄希望于把白漆 吓唬的把这个连回去 那白漆当然最强手是 不在这连弹关 直接开截把你打爆 然后啊 黑漆必须挡住 否则刚才这些虎尖顶的努力 就都白费了 而且反而还更亏 那么白漆提回来 冲 提借 点刺 这一段的话 黑漆三子 或者 反正被一段 黑漆就破碎了 这种得站上 提掉 挤 寻一个脚上挤的劫材 这个挤呢 看着不像劫材的样子 而且再这么硬 再硬下去的话 白漆接下来找劫也不好找 搞不好得找这种铺的 大损的劫材 白漆当然是提掉 提掉 中辅 中辅黑漆 费尽心机 吃掉的白漆 这几个字 又被白漆 反提回来 阿尔法的漆 转换 各种转换 是非常多的 黑漆又转到脚上 这块漆 脚上这块 黑漆又活出来 白漆 打了爬 黑漆如果拐吃呢 白漆提一个是先手 黑漆做活 白漆呢 去收大关子 飞之类的大关子 黑漆判断不如接住 接住 白的利 这个一利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情况 利这个 接下来白漆收器的话 这样收器 黑漆这一切是不能收的 被叫吃 再叫吃死了 黑漆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漆打吃的时候 黑漆不能沾 沾被收死了 这局部呢 白漆可以吃通黑漆五颗子 吃通黑漆五子 所以白漆立一个 作为收器来说 让你收器吃嘛 不让你一手度过 这个 对白漆来说 总是有利的 而且对这块可能有长漆的作用 我们看一下 白漆叫吃 黑的立下 顶 白漆接上 接住 收器 扳 立有长漆的可能性 我们来计算一下 是不是这样 扳到这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正常的收器 黑漆要走这个 那么 接下来 这地方 如果大家都 一切一切收 我们可以看到出事情 黑漆收这个 能被吃掉 收这个的话 白漆一尖底 黑漆提掉 白漆也提掉 黑漆这两处不入子 粘住这个的时候 被吃掉 看来这地方 黑漆是出现了误算 二发为漆也会误算 黑漆被吃掉 那等于 黑漆这个节 白白的打输了 在白漆 搬这个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在白漆 搬这个的时候 黑漆顶了一下 这个 然后白漆 贴回 然后白漆 贴回 走到这个时候 黑漆是 黑漆认输了 那么 这地方 黑漆 黑漆本来的意图 是杀白漆这块 结果呢 反倒被杀了 所以黑漆 显然是中辅节 中辅节就 就这么打输了 当然是 当然是不行 那么我们看一下 如果按正常的下法 如果按正常的下法 黑漆吃这个 这样白漆只有提掉 之后黑漆再补活 补在这里 补活 如果这样下的话 照理说应该是黑漆也不够 黑漆由于不够了 所以沾这个 制造一点混乱 然后被白漆算准了 吃掉了 这样才说得通 如果这样黑漆是银漆 那就没道理了 好像那阿尔法这个黑 阿尔法黑就出现了 巨大失误 我们来看一下 白漆飞这个 10 11 12 13 14 15 25 这块30来目 40来目 45目 黑漆50目出头 黑漆显然 7目半是铁不出来了 7目半黑漆显然贴不出来 所以最后黑漆这个杀器被杀的失误 跟胜负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这盘漆总的说来 感觉上白漆下得更灵活 更精彩一些 黑漆有点僵硬 白漆这一飞手法很轻妙 逼得黑漆很僵硬的来杀白漆 然后白漆趁势把那三个子卷杀 然后在这一代的战斗当中 黑漆这个班 感觉上略显奇怪 一直是白漆顺畅的一个局面 这盘漆 好 这盘漆呢 白漆在布局阶段的一飞 很妙 那么黑漆拼搏的这个手法也是 相当的精彩 好 那么第25局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好